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严总 严总 你干什么去啊 你好 你放心 兔菲的弩箭都暗算不了我们 再见到他们吓得就吓死他们 好歉 快跟上 保护箭上 这边 没事吧 去 去 来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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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办 没事吧 打射轩 他还活着 你 原来你早有防备 我真后悔 当时没瞄准你脑门子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 当土匪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了 龙颜总 看你是个小白脸子 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 看来我也是跑不了了 让我领教领教你的 西洋剑呀 好啊 我这把剑很久没派上用手了 龙颜总 龙颜总 快 快 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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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龙颜总 他们是毒匪最该万死 你跟他们讲什么蛋打毒斗啊 还不赶紧下令枪毙了他们 是啊 咱们都毙了得了 上次 把枪放下 冬小姐 我知道你怕我这个少爷打不过土匪吃了亏 我今天倒想让警察兄弟们平一平 我这个县长称不称职 你这是逞能 他是土匪你是县长 你跟他们拼命不迟 我必须亲手杀了他 才能为红县主保存 我叔叔 我叔叔 你先别怕 林智居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使努的你认吗 认 我母叶叉做的事情 当然得认 母叶叉 你这个半男不女的败类 今天我和你觉得我必少 因为我代表孝星的百姓 向傻子 我给你拼了 你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拼了 来 来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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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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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园长 太好了 好 好 楼园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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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输出王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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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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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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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啊 回来了 夫人 您是没见着 龙县长那西洋剑耍的这份的 小四 你别说了 我这还没说完呢 龙县长是守着的土匪 兄弟们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 这回 咱们消行太平了 太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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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言总剿灭了土匪 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为你爹报了仇 为祖宗争了光 喜事啊 大喜事 好 好 这晚家啊 奔赴放鞭炮 放成一整天 十周一个月 救济穷人 让吃不上饭的百姓 也沾沾我们龙家祖宗的喜气 好 好 好 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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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在上 孙儿言踪 给您磕头了 奶奶 您坐着就成 龙县长 大英雄大功臣 奶奶岁数太大了 没上门口迎接 您可得多多担待 奶奶 您是最大的功臣 没有您的锦囊妙计 我能这么顺利地打胜仗啊 这么说 我还帮上门了 帮上门了 这帮上大门了 就为这 再给您磕头 好了好了好了 快起来 快起来吧 奶奶 王二嫂呢 今天这么热闹 没看见她呀 这 是 什么啊 英零她没死啊 没死啊 我派人把她送回来了 难 难道 不是因为柳英雅回了七十二寨 云忠赫起了一心杀了她 和鬼剑仇反目 土匪起了内讧 你们趁机攻上山的 云忠赫和鬼剑仇 是因为二嫂起了内讧 在那之前 我就把她从七十二寨里救出来了 什么 救出柳英娘还打了胜仗 好 也许这是天助咱们龙家 这女人她愣没死 她命可太大了 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啊 不对啊 老太太我这两天一直在祠堂 给她念往生咒呢 奶奶您说什么呢 娘 我二嫂到底去哪儿了啊 我怎么知道啊 没人把她送回家呀 来人 三少爷 是 警察局的蛇局长和我一块儿回来的 她现在人在哪儿 她说饿了想吃面 应该在大管家的房间吧 来 吃吧 嗯 行 好 好吃 哎 姑姑 你怎么掉眼泪了 没事 姑姑 是高兴的 真好啊 你看 你既剿灭了土匪 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这回 你警察局长的位子 算是做稳妥了 你跟三少爷 你们兄弟俩 别提有多好人 姑姑想想都高兴 姑姑 你 三少爷 您有什么事 吩咐我一声就行了 您看我这又脏又乱呢 施管家 您先出去吧 是 县长 有事啊 我让你把我二嫂护送回家 我二嫂人哪 县长 您别生气 对不住对不住 都是我的错 我看咱们打了胜仗 您挺高兴的 我就没敢跟您汇报 怕扫您的姓啊 我问你我二嫂人哪 咱们不是要跟土匪开战了吗 我就想把精兵强奖都留下 考给您冲锋献阵 就派了两个笨蛋 护送二少奶奶回来 为什么画过二嫂人哪 二少奶奶她是神仙 那两个废物哪能看得住啊 他们就把二少奶奶给弄丢了 什么 一个大活人你们都能丢啊 说得也是啊 可就是丢了 县长 你们都跟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把我二嫂弄丢的 县长 我们奉命送二少奶奶回孝星 可是二少奶奶她脚崴了 我们就想先找个地方 给她治治治伤 这么大酒味 郎中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哎 我可告诉你啊 这位可是个大人 你这要是喝多了 治不好还给治坏了 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喝 喝了酒了 你们放心 我这是爹打损伤 是祖传的 是我 报 报那车 大家听到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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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 你这儿 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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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奶 您这是干啥 二少奶奶 回去看病吧 好像我的面低 我的孩子 会不会跟他们搬一起 二少奶奶我扶您吧 要不 您除这个吧 郎仲你快点包 你包完了我们还得送二少奶奶回孝星呢 就是你动作麻利点 再快 还得半个时针啊 没看我这儿还熬着药 这药 他得熬成焦 再晾凉了 还不能太凉 半凉不热的时候 再敷在腿上 这是我爷爷教的 我爷是他爷爷教的 这规矩 他不能改 行了 你就快点吧 这人家喝多了就是废话多了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您饿不饿呀 要不然 我们哥俩给您买点吃热去 我不饿 你们去吃吧 不用管我 您照顾好二少奶奶啊 照顾好啊 郎仲 这儿经常会有小孩子来要饭吗 哪个镇上 陪有要饭的小孩子呀 是不是 经常三五成群的 有时候一片一片的 那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有瘦了飞 家里人死绝了的 还有被这人饭子 不知道卖在谁家 这孩子又不愿意待 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 跑出来的 跑出来怎么办呢 又找不着爹娘 那只有要饭子呗 被人饭子卖了的孩子 都会去当叫花子吗 就这样的多 郎仲 我孩子也丢了 您见到过吗 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 梳着三根小辫子 跟刚才那个小姑娘 长得一样 这位少奶奶 您身边有警察护着 一看您就是尊贵的人 您那孩子能丢了 您到晚了 您别瞧我喝多了 我听得出来 我的孩子真的丢了 他还哭 又不会讨人高兴 我怕 人贩子还有花钱买了他的人 谁都不会喜欢他 原来我以为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要是按照您的说法 兴许他还活着 怪不得服输四处找不到他 他一定是从人贩子那儿跑了 跟着别人去要饭了 郎仲 您在这里摆摊 见多识广 您帮我想想办法 如果我的孩子 变成了叫花子 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除非也变成叫花子 你看我跟你出这主意怎么样 你啊 也变成叫花子 跟着他们一起走 混在他们这个堆里 你混熟了以后 再跟他们打听你丢这孩子 就能找到 真是个好办法 我也变成叫花子 好 小兄弟 等等我 我一个人要不饱饭 跟你们搭个伙呗 黎 pé Bo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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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p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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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没钱 那伙偎我卖包子的啊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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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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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怎么这么多小叫花子 全都是赶路的 去哪儿 孝星呗 孝星龙家 那可是大善人家 师周一个月 大伙可都是奔着他那儿去的 小心啊 龙家 那弟丢的时候 虽然还不怎么会说话 可是他心里明白得很 龙家的饭 他是绝对不会吃的 龟剑仇 叶猫子 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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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多谢夫人 那里边是 夫人 大哥 多点歇会儿 来 总监 你怎么不去喝着我 没碗 来 来 达东来了 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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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伯伯 你怎么才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能晚上过来 你看看你这儿 万一又是 万一怎么了 我倒是想走来 龙县长正在部署重要指示 我是警察局长 我能先走啊 那三少爷又给你们布置啥了 这指示可是深得民心啊 龙县长要打拐了 这回可好了 以后再见着这种缺良心 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 我舍局长是一枪子一个 全枪毙了他们 太好了 人贩子最可恨了 各个该啥 就是 这以后有我蛇小四在 报天下无管 到底是警察局长 会说话 有英雄去说 这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话是我学来的 是龙县长说 有他龙县宗在 报天下无管 我就是英雄学蛇 换成自己名字了 不管不管 反正是跟三少爷学的 也挺好 这指示不是瞎指示 指示完了我就得抓落实 明个我可就不能再来了 还有我那帮兄弟 也得撤回去干活了 那哪行啊 你们都走了 谁来保龙家家宅平安呢 土匪都杀光了 家宅早就平安了 这跑个把的 谁敢回孝星啊 不怕我们警察 姑姑 这些天我跟兄弟们 住在龙家 可千万不能让县长知道啊 他是个好官 要是让他知道 我假公居私 天天给他看家护院 他非得把我这个局长 露了不可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可是 可是什么姑姑 没什么可是的 这些天我背着龙县长 天天晚上来 已经够意思了 再说了 我那帮兄弟 一到天黑 就藏进龙家跟做贼似的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 还得了啊 这时候长了 真要出什么事 谁担待得起 这现在不是以前了 我现在是警察局长 正式的 省城任命的 你这以后 再支持我干什么事 也掂了掂了何不合适啊 娘 来一块这个 远 您够不着 是 真好 来 孙弟 来 吃这个 多吃点啊 来 来 来 奶奶 娘 我这次不光要打拐 我想把全孝兴境内 所有的大烟馆 都给他们封了 当初 如果没有大烟馆 没有人贩子 我二嫂也不会 对 奶奶 娘 我曾经答应过我二嫂 要亲自把潘迪会抓地找回来 可是您知道 我刚刚上任实在冲不开神 我想派龙喜儿多带几个人 过黄河去找盖家班 你们看怎么样 好 好 让小喜子去 她靠得住 来 娘 奶奶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我去练回拳 再吃点啊 来 坐 不了 娘 奶奶 您慢用 你们几位 你瞧出点什么了没有啊 什么 你儿子 我儿子 严宗已经长大成人 当了县长 心怀设计 心里装的都是 黎民百姓的疾苦 也不是这些 别的 她日夜操劳 这可能有点累了 脸色不太好 也不是这些 你往别处想想 别处 娘 我真想不出 亏你是个当娘的啊 刚才你儿子说那几件事 每一样都是绕着英娘说的 你没听出来啊 娘 那 您的意思是 英娘没死 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 这可坏了事了 你不是给老三提亲的吗 赶紧把那几个姑娘 相片拿着让我相信 赶紧给她成亲 要不然要出大乱子 要出大乱子 娘 您是说 我儿言宗也让那柳一娘把我 出口 别把话说出来 就算真有这么大的事 也千万别捅破这层窗户的事 有些事装糊涂就过去了 你要把事挑明喽 没准真的就成了 可真了 赶紧边儿 追二嫂那家坊警察回来了 没找到人 再我就是该撒的网咱也都撒了 没有龟剑筹任何消息 你也别太把龟剑筹当回事 咱把他们二位来会土匪都收拾了 龟剑筹吓也吓跑了 如果真的被吓走的话 他的外号就不叫龟剑筹了 我有个主意 你看行不行啊 咱找人把龟剑筹画像画出来 贴满捐筹 让肖筹和老百姓 帮咱一起抓这个汉匪 不行 大师兄 你想想 如果老百姓知道 一个恶观满营 杀人辱骂的土匪头子 龟剑筹没有复发 会引起恐慌的 再等等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准使李宗盛的崽子 顺着孤生摸过去 先宰了李宗盛的个妙子 这孩子哭成这样 我哪睡得着啊 夫人 都怪我废物 没找好奶妈 不过我今儿又找了俩 明儿就能来了 我的虫孙子 你可太拧了 哎呀 都给你找了三个奶妈了 你一口奶都不吃 你那亲娘她也不是你亲 就算他肯你亲娘 你也不能光任他 一个人的奶不是 去去去 哪来的车叫华的 大伯也不睡觉 大伯也不睡觉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快去把锣给我找来 是 大哥 我们不会是暴露行动了 走 走 老祖子 敲锣了 这是三更半夜的 坏了 是出府里进来了 赶紧捂着孩子 报号召见 走 夫人 您别着急 我让小瑟带了十几个警察 一直住咱家呢 快 兄弟们 好家伙 好家伙 大哥 你俩我都亮着到了 有一个 剪个值钱的转 准能抹命 明白 二张家的 我死老婆子 宁颜宗她娘 我认识你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起开 走 走 不跑啊 走不来 走不来 站住 快去 快来来来 大大是嘴啊 快嘴啊 三少爷 通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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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娘 三少爷 奶奶 奶奶别害怕 放开我奶奶 三少爷 不能开枪 不能开枪 龙言总 你在家呀 正好 我们哥儿俩算是没白来 她都嫌疼得了 啊 这不行 夫家лы谁呀 夫家病了 若特赵 你要干嘛 什么呀 老条 快救救啊 干嘛嘴啊 那怎么会儿啊 谁干了什么呀 previous我 老条 谁呀 yapmış啊 跑到半夜 跑到半夜 老条 Fall 姑姑 你过来躲远点 小孙 你怎么来了 姑姑总就料到土匪会来报复 让我们一直在这儿住着呢 先生 怎么办啊 孙子 没什么不好案的 开枪 别管我也别管你娘 开枪 奶奶 三少爷 不能开枪 不能开枪的 不然 不然 别哭哭啼啼的 严总 奶奶说得对 土匪都是杀人魔王 既然我和奶奶 已经落在他们手里 想活是不可能 想想你爹 别管我们开枪 为你爹报仇 娘 真想不到啊 龙家的女人都够了不起的 还是跑了啊 这里面怎么回事啊 这里面怎么回事啊 我看你怎么回事啊 老费人家 还行 快叫龙夫 好 慢着啊 二少奶奶 死老婆子 真是惩得惊我 天天晚上给我打水洗脚 动不动就下跪磕头 假装蓝婆子 在七十二寨糊弄了十几年 我愣是没看出来 刘剑头 知道我老太婆的厉害了吧 那你还不搅这头衔啊 放屁 娘 此老太婆 想早点死 没那么容易 龙颜宗 我们七十二寨挑的那杆大旗 想必你是见识过 有仇必报 二百来好兄弟都死在你的手里 今天我们哥俩回来就是报仇的 这你奶奶和你娘被磨了脖子 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 你心里不好受 我心里可就舒服了 怎么样 现在我就把你奶奶的脑袋 搁下来当球蹄 给我的兄弟们报仇 别 别 龟颜宗 有本事你冲我来 我奶奶快八十岁了 你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谁是英雄好汉 我他娘的救水土匪 我管他多大岁数 野猫子 大哥吩咐 今儿这厂殿不错 这地方富贵干净 咱哥俩也不走了 割下这俩女人的脑袋 就到阎王爷那儿找兄弟们喝酒去 好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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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只要放了我奶奶和娘 我让你们走 事不相瞒 前几天咱们交伙 我们代想的家伙都打光了 这回我们哥儿俩来 就这两把刀子 放开这两个女人 我们还能活着离开龙家吗 你过来 把枪给我 我就放了你奶奶 我兄弟自然会放了你娘 由你护送我们离开龙家 我更放心 好 君子一言 四本无罪 先生 罗延宗 你别过来 延宗 你好糊涂啊 他是个连鬼都犯愁的恶人 你跟他谈什么君子 鬼剑仇 夜猫子 都是使枪的好手 他们现在就剩刀了 他还敢上咱们家来 说明 他压根就没想活着离开 你把枪给他们 多大十几条人命 延宗 你听奶奶的开枪 我跟你娘死了不要紧的 只要你答应我 早点娶媳妇儿 给咱们祖宗传宗接代 奶奶我死而无憾 对啊 你不能把枪给土匪 是你剿灭了七十二寨 土匪最恨你 你要是把枪给他们 第一个死就是你 你 别 别 娘 好 龙延宗 你是个娘们儿吗 说好的事儿默默唧唧 再等什么 对啊 想救你娘 就来真格的 自己和枪送过来 再默契 他们可就没耐心玩了 好 我把枪给你 我把枪给你 等一等 大叔 散开这一半 这个女人 是她的同伙儿 伟建成 我把枪给你 放了老夫人和夫人 不然我先宰了 你的女人 什么 我的女婶 二堂家的 燕猫子 你们居然都还活着 你来得正好 待会儿 给我带你一起去见燕猫 好 二堂家的 能跟你一起死 我也算值了 大叔 你瞎到 小蚁巴 二 这个女人要放火烧瓷堂 被我抓个正常 烧瓷堂 柳玉娘 你 二堂家的 我以为 你和其他兄弟 都死在山上了 我死来想去 没别的办法 就趁天黑摸进了龙家 我知道 他们龙家人 把瓷堂看得 逼自己的命都重 我想 点了瓷堂 也算是给二堂家的报了仇 那承想 二堂家的你还活着 编 我看你往下怎么编 鬼剑丑 我可是为了你才会弃杀二寨的 自从你说了 要让我做压寨夫人 我就对你没有个恶心 你居然怀疑我 我跟你拼了 你别动 鬼剑丑 自己的女人都不认 我倒要看看 你心不心疼 大叔 你干什么 刺客 小尾巴 你个胡涂蛋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个女人 她通匪 要是怎么就枪毙了她 何止于到今日 让她放火烧了瓷堂 烧火了 烧火了 瓷堂烧火了 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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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尾巴 你真的放火点了瓷堂 谁是你二嫂 你跟那个老太后 花言巧语的 把我骗到山上 就是为了让我去作死 他不是二汤家的 一番话把我说醒了 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呢 大哥 等会儿 柳英娘 我问你 既然我一番话把你说醒了 你为什么要跑 我没跑 你胡说八道 是他 是他拿枪逼着我走的 柳英娘 我差点让你给糊弄了 这是在给我施苦肉计呢 可你目的是什么呀 跪剑筹 你还不相信我 你枉费我对你一片苦心 我为了你 烧了龙家的祠堂 可是你却说我糊弄你 我能有什么目的 就在刚才我看见你没死 可能我还在痴心妄想 你能带我走 谁知道 你根本不值得托付 好 来 现在就杀了我吧 生得我活在这世上丢人现眼 烧火了 烧人了 龙眼泽 你要还是龙家的子孙 你就别管我们快开枪 解决了土匪 赶紧带人去救火 祠堂要是保不住 祖宋的基业可就没了 奶奶 柳英娘 你真点了唐家的祠堂 我没有 我真是瞎了眼 看上了你 你这个臭土匪 我诅咒你 来世还托胜成土匪 永生有世 不能托胜成好人 玉娘 你还真贴心呢 你怎么知道我下班 一个还想当土匪 你不怕我 你愿意跟我走 我不愿意 我真好悔 这辈子遇见你 吴先生 你快带着兄弟们去救火 这交给我 我 快放人 要不我下一刀 就拿脖子上 让我的女人送过来 我拿脑袋给你换 走 我这 进点 再近点 放了老夫人 过来 没有 还有 鬼剑头 你 滚回去 老夫人 你 你 你 现在只能如此了 我给你们当人质 我保你们能够安安无恙地出手 好 那你快着点 我的女人还流着血呢 把钱给我 南无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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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大人 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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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她 吹她 夫人 夫人 喂 夫人 老祖宗 您没事儿吗 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快去自堂救活 哎呦 哪儿有什么火呀 严宗的娘 到现在你都不明白 是你儿媳妇 给土匪使的苦肉祭 朱奶奶 用一把枪 好 要是说我 放火烧了祠堂 土匪应该会相信一半 另外一半 就要靠大师兄的了 鬼剑丑 不好糊弄 既然是苦劳机 就请大师兄下手的时候狠一点 好 得罪二爽奶奶了 老祖宗 夫人 老祖宗 您没事儿吧 是你在外边喊救火 好 不错 挺像 是二少奶奶吩咐得好 又二少奶奶 你流这么多血 没事儿 没事儿 二嫂 我刚才那两刀 下手有点狠 你受罪啊 不 大师兄 多亏了你了 还不赶紧去请治红伤的狼独 我认识治红伤的狼独 二嫂 您悠悠有谋 巾帼不让须眉 击毙了土匪 救了娘和奶奶 龙岩总佩服 谢谢您 到了是县长 这两句话说得好 有勇有谋 巾帼不让须眉 婴娘 了不起 奶奶 您没事儿就好 婆婆 让您受惊吓了 不不不 这 我这才明白 这刚才是你的计策 那 是什么人敲的锣呢 也是二少奶奶 她知道了鬼剑轴的行踪 过来报信了 好玄哪 娘 让您受苦啊 这 跟七十二寨那些年头比起来 这也算受苦 有有有 有有 出生本事 出生本事 不要 怎么有两死人啊 是土匪 奶奶 泡泡 你们俩没事儿吧 来来来 外面来几个人 小三 让你那人帮帮忙 把这俩土匪拖出去 来 来 你们四个过来 把这两具尸体抬出去 奶奶 阿姨 我求您个事儿 说吧 我现在身无分文 求您赐我一口棺材 我要给鬼剑筹收尸 我看行啊 我早就听说了 你是七十二寨土匪头子 二当家鬼剑筹的压寨夫人 那她就是你男人 你们说是谁收尸 你闭嘴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了 滚一边去 梁婆婆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呀 我是听说土匪来心胸 我担心奶奶和你有什么 三长两短的 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 你怎么说我 我让你滚一边去 柳爷娘 你不能给她收尸 她是最大恶极的土匪头子 你是龙家的少奶奶 这事儿是传扬出去啊 好说不好听 婆婆 我明白 可是 求婆婆安准 这 这 好了 柳英娘 我明白 鬼剑筹 救过你的命 今天她若对你无情无义 就不能上你的当 上不了你的当 你就救不了我 跟你婆 土匪是有仇必报 你是有恩必报 所以 你要为她收尸 对也不对 是男人 柳英娘 心里边有一个字 你们都不认识 那是因为她闯荡江湖 你们都圈在深宅大院里 那个字儿 是义 龙喜儿 老祖祖 您吩咐 这事儿交给你了 明天买一口最好的棺材 帮你家二奶奶 还冷回厌着 是 不 奶奶 我自己能醒 我只求您 赐我一口棺材 我能埋了它 不需要人帮忙 你是个妇道人家 要自己给鬼剑筹下葬 你真的想让别人戳我们龙家吉娘谷吗 奶奶 我会把她的尸首拉得远远的 不让人看见 我这就走 站住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奶奶出了个馊主意 送你回七十二寨去送死 伤透了你的心 今天奶奶在这儿 给你磕个头 给你赔不是 还不行吗 奶奶 奶奶 你快坐下 你这不是折杀我吗 你是龙家的宫长 你不能走 这要传扬出去 别人会笑话龙家的 你也得替你三兄弟相信 你替他歼灭七十二寨 自己却流落江湖 要饭去找自个儿丢了的孩子 你让他这个当县长的脸面何在 二嫂 您就留下来吧 是啊 二少奶奶 对不住 都怪我把您给弄丢了 县长让我派出两国人马四处找您呢 县长还让我们把所有的人贩子全都抓起来 他就是想让孝兴天下武拐啊 他就是觉得 对不起您呢 是啊 二少奶奶 三少爷今天晚上才让我过去的 让我明天一早就动身 带人过黄河 去追唱戏的盖家班 帮您把大小姐二小姐啊 给找回来 奶奶 谢谢您和陆县长的好意 可是我还是得走 婴娘 婴娘 你听见没有 你儿子在哭呢 从你走了以后 他一口奶都没吃过 是啊 二少奶奶 夫人让我给孙少爷找了三个奶妈 可他谁的奶都不吃 是啊 一口都不吃 一天到晚的哭 哭的奶奶呀 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 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能舍下他去找那三个女儿呢 再说了 刚才大家伙说的都是真的 举我龙家之力帮你找孩子 不比你一个人强 行了 你得当婆婆的 这时候不是讲道理的事 婴娘 快上我屋 喂喂你儿子去 cómo 我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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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啊 吃饱了吗 这么快就睡着了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我又不是母亲娘 为啥别人为你奶 就不吃呢 这人贩子 就得杀光 偷人家孩子 弄得人家母子分离 真是罪该万死 人贩子一杀 可丢的孩子再找回来就难了 奶奶 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 什么事啊 说 按说我二嫂刚刚救了您 刚刚救了龙家 我 我 可真是天大的事 关乎于龙家的血脉 我不敢不说 那孩子 住口 上外头看看你 看看有人没人 去呀 哎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是掌房院里的王婆子 大少奶奶上我在这儿等着 想看看老夫人和夫人 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都这么晚了 什么事用得着你们掌房的人 下去吧 是 奶奶 您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 我二嫂千不改万不改 她不该拿别人的孩子冒充 她没有 什么 我让她这么干的 那时候你生死不明 你娘她不争气病倒了 姓万的女人 依仗她哥哥 咱们龙家的家产 手拿把算这就要归了她呀 奶奶我是死了十多年的人 没什么医障 这心里头没底儿 婴娘跟我说了 这孩子 你应该一清二楚啊 你要有本事 哎 帮你哥哥把血脉找回来 奶奶我尽力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 上哪儿找去 撒丫头也难找去 除非她们长大成人懂事了 自个儿回来 也不知道我老太太 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奶奶 田总 孩子的事 不能再让别人知道 要一旦走漏消息 你二嫂子 真没法再给家呆了 奶奶 你放心 我都明白 好 夫人 您喝茶 夫人 这下好了 七十二载的土匪全给杀光了 咱龙家太平了 你能睡安稳觉了 不能 还有一件大事未了 好 刑犯的那个女人 为了夺权 换了我的药 想害死我 明天一早我就禀报婆婆 开刺她 勒死这个恶妇 他们在嘀咕什么呢 这 这我可猜不出来 一定是要针对我了 刚才死了太婆看我的眼神 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他们不会是要开磁堂勒死我吧 不会吧 有舅爷呢 别提他 离得那么远 龙家真的是要勒死我 他想救也来不及 不能有把兵落在他们手里 吕婆子那边怎么样了 他答应我了 他什么都不说 他说什么你信什么 要是真捡了家法 还没跟你打呢 他就招了 你快去找到他 让他连夜跑 跑得越远越好 是 等等 你替我办了那么多的事 要是你落在他们手里 大少奶奶 我您还不相信吗 我肯定我什么都不说 你就嘴硬 你就是个怂包 你也走 跟他一起走 一起跑 大少奶奶 你让我们去哪儿啊 三少爷当了县长 我们就是去哪儿 他也得给我们抓回来呀 行行行 别 别嚷嚷 别嚷嚷 我不会不管你们的 我给我娘家写封信 到时候 你跟吕婆子去何去的万家 我娘家一定会收留你们 行 那您呢 我走了 这个家 您更是连个支应的人都没有了 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 龙家再厉害 总不敢去您娘家抓您吧 我不能走 我嫁进龙家这十几年 我要是走了 就前功尽弃 我就是要在龙家 等着 忍着 耗着 就算我掌管不了这个家 我也要等着分得半分家业 要不然 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着啊 那女人她给你换蓝药了 不是 这跟下毒有什么区别 我一看这女人呢 她就不是好东西 没想到她她如此歹 是啊娘 您是知道我的 能忍的是我一定忍 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忍 我已经让舍管家去拿人了 要是吕婆子招了露了口供 请婆婆替我做主 只要证据确凿 娘一定给你做主 咱们龙家 还没出过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夫人 夫人 怎么了 人没抓来 没有 和她住一块的婆子说 昨天半夜她就收拾东西跑了 跑了 去 把她身边那个大个子王婆子抓来 好 跑了 婆婆呀 婆婆 奶奶 婆婆 您可替我做主啊 您有什么事情让我做主啊 跑了 跑了 您派到我身边那个王婆子 昨天晚上跑了 偷了我好多的金银采访 怎么办呀 我派到你身边的 她王婆子跟你狼狈为奸 早就是你的走狗了 你是怕罪名败露 让她跑的吧 我有什么罪名啊 你干的好事 你敢不承认 我干什么事了 你 你这当婆婆的啊 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 怎么着 王婆子偷了你的金银财宝 跑了是吧 说个娘 叫你侄子派警察 把王婆子抓回来 是 儿子 儿子 从今后 咱娘俩 能不出就不出 为什么 我还要出去玩呢 哪有问多为什么 让你别出去就别出去 问那么多为什么 干什么 王婆子不哭不哭 从今晚后呀 娘陪着你 你陪着娘 咱娘俩惹不起 再等得起呀 你那个三叔 是个真强好胜的主 竟在天下打乱 总有一天会丢了他的小命 娘就等那一天 那时候 这龙家还是我 这龙家还是我的 这龙家还是我的 你吓死我了 你哭什么哭 别哭 你 我儿啊 奶奶和太奶奶 都想让咱们留下 还说 要帮娘把三个姐姐 和一个哥哥都找到 你才说是个受信用的人 况且她又是一线之长 一定会帮着娘把哥哥姐姐找到的 要不然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等着哥哥姐姐回来 我们一起团聚 我儿 娘给你唱一个小曲吧 姐姐姐小的时候 最喜欢听娘唱小曲了 姐姐呀 一听娘唱小曲 睡得可香了 我儿子 姐姐姐 好 你 就是我 我儿子 我儿子 还有一天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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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初交戏 大河好喜 凹凸不归 我心有喜 你啊 您喝一粥 您也坐上来 陪我喝一粥 我哪有心情啊 你呢 还跟那姓万的生气呢 那姓万的真是太狡猾了 居然让两个帮袖都跑了 我跟舍小策说了 就是跑到天天 也把他们抓回来 天边出了孝星的县界 那他警察局长也管不着啊 上哪儿抓人去 娘 都这会儿了 您还笑话我 我要没猜错的话 那俩婆子是她 给支回娘家的 难道说你杀人家抓人去 你儿子是县长 他亲哥哥 是省城的专员 你怎么办呢 你抓不着人就没真凭实据 没真凭实据 你就拿他没办法 听娘的 忍了吧 过去就得了 更何况现在娘回来了 我帮你盯着 亮他姓万的 鼓得不出什么歪门邪道来 来来来 娘敬你一杯 忍了吧 忍了吧 我告诉你 现在咱们龙家最大的事 是什么你这 严宗的婚事 你这个当娘的 得操半天 是 娘 我敬你 娘 前些天我们一直担心严宗的魂 让柳英娘给勾走 这现在柳英娘回来了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严宗有心思找媳妇吗 这倒是个危难的事 这些天呢 我想起了好些事 严宗小的时候啊 就要往祠堂里头跑 那会儿柳英娘就住咱们家 为这事 俩人都挨过打 有这事 最担心的就是 这疏早间 日久生情 这要真干出 有备伦理的事情 让祖宗蒙羞 让天下人耻笑啊 不能吧 冯小姐 您怎么 差点忘了 那个门可以直接进到这儿 要是龙县长 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搬出去住 不 不 要是洪小姐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找一个 更好的住处给您 龙县长 还是觉得我打扰了 那好 我自己出去找地方住 不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 我的门可以从里门插上 我来 我来 就是想跟您说 如果 不太打扰 我想继续住在这里 可以吗 当然 当然 不瞒你说 我不敢回老家 其实 我当年跟叔叔离开 就没想再回去 我 我是父亲小妾生的 在那个家 除了叔叔对我好以外 其他人都不拿我当人 而且 我还没有嫁人 要是回了老家 他们一定会笑话我 甚至会说我不吉利 不让我进家门 李姐 没人逼你回老家 您是一股洪县长的亲属 可以留在孝行 如果你喜欢住在这儿的话 你可以永远留在这儿 永远 三年 我要为我叔叔 守孝三年 之后 我自然会走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龙岩宗 你 请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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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说我拿你该怎么办 烧了扔了砸了 总不能让我二嫂看见吧 那得多尴尬呀 谁在后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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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